先生請問一下 如果韓國瑜到大陸去訪問 簽的是觀光客的協議 簽的是農魚產品的協議 這個在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說的 涉及公權力的協議 他是不能簽的範圍內嗎 沒有 陳明通完全沒有那個意思 你只是簽貿易 我就有大家放過韓國瑜 就讓韓國瑜 專心他的高雄市政好不好 我先講 小英 因為大家剛剛一直抹黑小英 小英講的所謂 過去的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是過去式了嗎 不是 過去的中華民國是什麼 很清楚 中華民國的過去就是 北起薩雁嶺 南至尊母暗殺 西起帕米爾高原 東到黑龍江 是這樣子嗎 你這樣反而引起國際戰爭 過去的中華民國 是要反攻大陸解救同胞 過去的中華民國是35省 所以我們要修憲了嗎 現在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現在跟未來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所以小英講得很清楚 這反而是減少紛爭的 除非 但是要修憲 除非你回中華民國 北起薩雁嶺 那你先去跟蒙古共和國打一戰 人家都已經獨立了國家 他必須修憲 他不可以自己口頭的宣告 我們不能自欺欺人 我們講這個放到國際上 你馬上就造成國際戰爭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必在這個部分咬文絕智 他在咬文絕智不是 不 第二點 剛才立文講說 調小英跟獨派的說 這個台獨是謊言 不能這麼講 我們也不會說統一是謊言 我們不會這樣 因為我們國家是民主多元 互相尊重 台灣的前途可能是獨立 可能是統一 可能一國兩制 可能兩國一制 可能邦聯 可能聯邦 可能各種形式 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的主張 只是現在多數70%以上的台灣人民 認為台灣的主權 應該獨立於這個中國之外 只是這樣 但是大家互相尊重 這是一個多元 我們也不能認為說 你們說統一那那 那就是騙人是謊言 不 民主多元的價值就是這樣 在於說互相尊重 那台獨 台獨被過度妖魔化 台獨的定義是什麼 從過去蔣中正在 或者到蔣經國總統 兩個蔣總統的時代 他也用中華 台北 用各種名義什麼的 去參加世界上的一些組織 請問 那個沒有自稱中華民國 而只以台北辦事處 這樣的名義去參加 是不是台獨 是不是台獨的一種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會用中華民國 台灣的名義 去參加什麼國際組織嗎 我認為小英是描述這個現狀 那我們是不是出去會碰壁 或者中共怎麼打壓 不能說中共打壓 那我們就什麼都放棄 不是這樣 我再一次強調 韓國瑜講的你農我農 固然是很好 可是我以陸委會那一句 四個字講最好 要認清中共證明的就是 中共是恐怖情人 他還2000顆飛彈對準你 你在跟他你農我農 大家一起交朋友 他背後藏著扁鑽五四刀 準備隨時砍你 所以我們政府 總統有那個責任 必須跟我們各縣市長 跟全體人民講 要小心這個恐怖情人 我認為大家不要低估韓國瑜 我一再講說韓國瑜是很有骨氣的 你看他 那個選前他唱夜席 有沒有 那個夜席很清楚 是他基本上他還是反共的 因為他夜席 刺刀刺進敵人的心臟 他總不是要刺民進黨 不是這個意思 那個時候你好像是罵他 大家不要曲解 不 我沒有罵他 是靈濟性好 我意思是說 我用這個來分析韓國瑜的一些看法 我認為他有骨氣就是說 現在大家如果都說 小英政府 民進黨執政 就是要找韓國瑜的麻煩 處處阻擋他 我覺得這個是在幫韓國瑜找藉口 說如果韓國瑜 這一兩年內沒辦法 把高雄經濟帶起來 高雄市政沒做好 好像在幫他找藉口 我覺得這個不好 我認為韓國瑜 會有很有骨氣的面對 如果在現行的法令制度下 韓國瑜沒辦法去突破 把高雄做好 我認為韓國瑜會自省 我認為他會認為說那自責 他不會說找這個藉口說 民進黨中央執政 阻擋他這個阻擋他那個 所以我認為不要給韓國瑜穿小鞋 也不要幫他找藉口 找那一些理由 韓國瑜他要去中國訪問 城市交流的部分 經貿交流水果要賣出去什麼 這種簽這種協議當然可以 陸委會不會講話 更高層級 沒有人會去講這個話 要簽任何協議都可以 因為韓國瑜不可能 去簽那個國家級 國對國的什麼和平協議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涉及公權力的協議 這個定義非常寬廣 不是 我現在舉例 台北也好 各級縣市政府 跟中國對岸的一些對等的城市 台北跟上海就好 簽很多 很多協議 比方說交流的協議 文化交流 經貿交流 都有這些協議 沒有 所以那個從來沒有受過阻礙 你說柯文哲也簽了很多 所以陸委會從來沒有阻止過他們 沒有 從來沒有 所以陳明通這個時候 突然來講這件事情 不是 他所謂涉及公權力 是指那種簽約是指 締結這種國家級的合約 地方政府怎麼可能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白當 所以他白講 陳明通講的意思是指 就類似那種 比方說和平協議 那種國家級的 陳明通怎麼會認為 韓國瑜會去簽證 比方說過去那種歷史上 馬關條約 他又不是總統 他怎麼去簽證 對 所以 所以現實 但他為什麼要講這個廢話 馬關條約有授權 我們現在進入一個鬼打牆的狀況 我這邊提一下 因為我覺得陳明通 對於韓國瑜這樣講 其實有在威脅恐嚇的意思 當然 這個語意中有 他是提醒你說 我告訴你 這是中央的權力 不是你的權力 我覺得這有在威脅恐嚇的意思 但是陳明通沒有搞清楚的地方 是在於說 韓國瑜是高雄市的市長 他的對等也一定是 大陸的地方的首相 陳明通怎麼可能沒有搞清楚這個 對 所以道理就很明白了 就是威脅恐嚇這個韓國瑜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是在哪裡 就是說 以韓國瑜的情況 他是民選市長 我簽了你又能怎麼樣 我簽了我不是 我講的是 假設韓國瑜跟深圳是 簽了深圳 像這個每一年 向高雄進口多少東西 可是之前已經剛剛說 這種協議沒關係 但是陳明通的講話裡面 是廣義解釋 所以我是覺得說 陳明通這樣的講話裡面 是帶有威脅恐嚇的意義 但是問題就是你能做什麼 而且我個人還有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我覺得韓國瑜應該跟15個縣市的首長 國民黨籍的15個縣市首長 大家都應該站在一起 大家更緊密的站在一起 對於兩岸的關係這個部分裡面 對城市的交流這個部分裡面 應該要有更大幅度的一個做法 而且是整隊的做法會是更好 不要單兵作戰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我會提醒韓國瑜 因為他三月份要到大陸去 我會提醒他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民進黨現在似乎有意的要順你的話 要順他的口誤 或者是他的表達理念中 不夠精確的地方 談到的就是兩岸的關係是 你農我農 或是你背裡癢癢 我幫你摳摳 我背裡癢癢 你幫我摳摳 這種揮文一直在強調 這是有點輕昧的 不莊重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裡面是 民進黨有意要把它凸顯出來 所以他們今天會特別講說 這是情人 不是一家人的關係 我覺得蔡英文的問題是在哪裡 蔡英文的身上 她受了法學的高等教育 就像立文一樣 受了法學的高等教育 但是立文的法學的高等教育 讓她全身會散出一種 對於法學原則的堅持 但是很明顯的 太多看了她兩眼 但是很明顯的就是說 這個法的精神很明顯的 沒有影響到蔡英文 蔡英文全身還是流露出一個 清末明初的 中國大陸農民的精神勝利法的 AQ精神 因為那是一種自我安慰法的 AQ精神 為什麼呢 因為她認為她只要把中華民國 自己用語言改造 假如中華民國台灣 就得到高度的滿足 這難道不像 魯迅阿Q筆下的那個 精神勝利法 自我安慰法嗎 就是以前的中華民國 就像她過去阿扁執政八年 以前的中華民國 李登輝主張台獨的李登輝 當了中華民國總統十二年 都是中華民國 我蔡英文從現在開始到未來 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套用蔡英文的這句話 很好 她講得很有趣 這個過去的中華民國 就讓她過去了 過去的蔡英文 就讓她過去了 現在的蔡英文 跟未來的蔡英文 叫做蔡英文台北 怎麼樣 蔡英文台北 所以以後我們都叫 蔡英文台北 因為他加了一個地理名詞 一個專有名詞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的專有名詞 中華民國 對 中華民國是我們憲法規定的 不能隨便改變的 但是他加了一個字 加一個台灣 我們也可以把蔡英文加一個字 叫做蔡英文加一個地方名詞 台北 所以蔡英文台北 不要再選中華民國總統了 選台北市市長 蔡英文台北 以後蔡英文的名字五個字 可不可以這樣寫 不可以 你的身分證的名字就叫蔡英文 你身分證的名字絕對不會改為 叫蔡英文台北 對不對 王思潔 你去申請 我覺得他可以去申請 改成蔡英文台北 沒有申請 所以蔡英文如果想要改成 中華民國台灣 他也可以透過修憲 他可以透過修憲的程序 去申請改成中華民國台灣 這樣大家不會有意見 賴教授他說 曉英總統的問題就是怎樣 我說賴教授的問題就是這種 賴教授書讀太多了 所以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曉英總統的那個想法 很直接就是我剛剛講的 過去的中華民國 就是我剛剛講 你領土疆域 你已經侵犯到別的國家 包括你說你轄下35勝 你也侵犯到現在的 中華的民共和國 所以這些 現在的中華民國 就是台灣未來也是 所以只是把這個話 就是這麼簡單 不可以這樣子 蔡英文總統他現在 在古代叫做一國之君 均無戚言等等 如果是王世堅這樣解釋 所以是蔡英文總統這樣子解釋 他是總統 他所講的話 他要非常的慎重 而且是他在詮釋我們這個國民 可以任由他 隨便今天要加中華民國 台灣就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台北就變台北 中華民國高雄就中華民國高雄 可以這樣什麼 這叫兒戲好不好 均無戚言 沒有國家領導人是這樣子做的 你去想 我剛剛講的僵域就好 那你現在要說 那你修憲 肥曲薩葉 你修憲 我們的憲法就是這樣子 怕米爾黨的你嗎 那沒有寫在憲法上 僱有的僵域 我們僱有的僵域 沒有 就是說要申請 你講那些人要申請嗎 你經過合法的程序去修憲 菁哥所講的是他個人感受 我覺得菁哥他可以有他的感受 就是過去的中華民國 是包含了那個 老母雞或秋海棠的中華民國 他現在沒有了 可是他第二段就變成是 現在的中華民國台灣 他可以講說 我不要過去的中華民國 我不拘泥了 可是我看中華民國的未來 OK了 第一行沒有台灣 第二行有台灣 所以到現在我們討論了 快兩個小時 我們其實不懂蔡總統在想什麼 今天在立法院 也鬼打牆 他也是 大家問他說 因為總統你這樣講 請問院長的兩岸論述是什麼 今天他講的 他說我們跟中國 他一樣 他也不會講中國大陸 之間以這樣的狀態相處 幾十年了 什麼論述都不好 好 都不用論述了 同意一個中國 他最高興應該是紙大陸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 觀眾朋友 那要怎樣 之前的院長是 行政院長愛清德 他是超越憲法 因為他不可以在那邊 談兩岸或怎麼樣 這個院長是不懂憲法 因為憲法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我不知道為什麼 蘇院長他現在意思是說 蘇內閣是拒絕一個中國了 連自己的中華民國也不要了是不是 所以其實你看蔡總統也好 蘇院長也好 這兩天都談到了非常敏感的 包含統獨跟中華民國 包含了國號的問題 但是兩個人都沒有把他的底線 跟方向講清楚 所以回到了韓國瑜的話 大家聽得最懂 到底要把台灣 要把中華民國帶去哪裡 他們都是韓國的帶過去 沒有正確的答案 憲言講的我都尊重 但是我不會跳進去 我會繞過去 這就是我的心得 我再次的推薦賴教授 參加韓市長的兩岸工作小組 我有去看蔡總統臉書 他講了這一段 後面還有一句 他說他是正確的道路 方向對的 然後有6萬多個人按 但主持人知道臉書 我有好幾個朋友也按這樣 我都有監看 你說我按不下去 我也不去批評蔡總統 蔡總統你2020就這樣選 我也不跟王世堅議員爭論 你就這樣選 有人說我要選中華民國 台灣的總統 你就去講你的中華民國台灣 看你拿幾票 我比較欣賞韓國的部分 我就直求對決 韓國瑜講到你就是沒有講清楚 韓國瑜早上 你還是沒有講清楚 要帶大家走去哪裡 然後如果你講不出來 你就應該繼續依照 中華民國跟九二共識 穩定兩岸 這是韓國瑜的論述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性情大變 有一個國民黨的太陽 打麻這樣一個 人家問他 你兩岸政策是什麼 他說等我選上再講 你也好人 我也會 等你選上再講 你根本不管 所以我回應剛剛韋翰講的 不是你被變化 你自己把你自己邊緣化 你都不敢講 那你要怪誰 這個韓國瑜之前專訪講說 蔡總統不要獨立 也不參與九二共識 他要的是權利 他也沒有要統一 所以韓國瑜講這 我非常的同意 主持人 我的結論很簡單 這是韓國瑜 他說台灣鬼混二十幾年 完全在退步 其實這個跟我之前在聖後龍 跟觀眾朋友有點像 李登輝12年 陳水扁8年 然後馬總統8年 蔡總統兩年多 其實加起來就30年 鬼混二十幾年 完全在退步 韓國瑜說政府一定要重新打拚 就從高雄開始 容我苟尾序調一下 就從高雄開始 然後選總統擴及全國 因為我們政府爛 已經爛很多年了 不是只有高雄又老又窮 你看羅碧琳 羅姐講的 永福樓 東區 蕭條這樣 不是只有高雄這樣 韓國瑜你說你就從高雄開始 我延伸一下 然後要擴及全國 大家都在等 字幕志愿者 攝影中 立方法 還有一段時間 你往後 現在回應 都在做 都不 但是 你們 那 有 有 有